嗨,歡迎來到好想退休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好事多小家電,使用新的分享 我們先介紹的是這一台日本的負離子吹風機 這一隻好事多買的負離子吹風機 它這個有熱跟溫 還有這個有一個冷風的功能 這樣就你在吹的時候可以自己選擇自己要的溫度 才比較不會傷到頭皮 而且它的負離子的吹起來頭髮會很柔順很舒服 那我們現在來測試看看它的功能 它的風量很強喔 它這個風量這一邊 它是可以調集中或是不集中的 像現在這個關起來是集中的 容易把它打開 這樣子是分散的風 這樣子是集中的風 它這個風量很強,那我們可以來試吹看看 從墜落的開始測試這個風量 這是墜落 然後 最強 它這個的話風量很強 很好吹 然後它這個設計有一個我很喜歡就是它的插頭 它插頭有一個神力的 按下去之後就可以把你的插頭拔起來很方便 這個我很喜歡 那我們就來介紹下一個 再來介紹的是這一支 菲利普超聲波震動牙刷 我們之前有一支歐勒B的 它是傳統型的 它傳統型的話它的刷頭是旋轉的 旋轉的話 比較容易讓你的牙齦流血 它這個超聲波的話比較溫和 壓力比較不會流血 我們那時候買它是兩支一組 而且它是這個旅行組的 它旅行組的話你出門的話比較方便 它可以直接就帶著出門 那它的這個刷頭的配件 好是都有在賣 它這個一組七支 那你就在那邊買會比較便宜 我們現在測試的就是這個 菲利普的聲波電動牙刷 這個的話比較溫和啦 我們可以放到水裡看它 在刷牙的時候它震動的幅度 它這也有三個功能 第一個是清潔 第二個是美白 第三個是護銀 那我們現在來試看看 那我們現在來測試這一支 那你們看它這個是聲波的 它這個是靠聲波在清潔牙齒 而且它這個 其實它聲波這個震盪是很強 它跟傳統的不一樣 傳統的是那種旋轉的容易傷牙液 它是靠這個聲波在清潔 它不是靠滾動的 再來就是這一支手持是蒸氣運動 然後它的優點就是 加熱很快蒸氣很強 然後它在使用上呢 就是一般濕紙或是防皺型的襯衫 它燙起來很順 可以很快就燙平整 然後如果你是燙黏脂T恤 也可以很快的就除皺 但是跟一般的桌機型比起來的話 我是覺得它有一些還是無法取代 就是如果你很要求喜歡讓你的襯衫 燙得很挺拉線的人 邊邊角角就是桌機會比較好用 然後它的缺點就是因為它的水箱 掛在上面 所以它拿起來會比較重 女生的話可能用起來真的是不太方便 然後它的水的話一定要使用RO水 你如果用一般的自來水 它這個可能出口會都堵住喔 它的水箱 因為它水箱是直接裝在上面 所以它真的如果你在使用裝水的話 就是比較重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介紹這一台手持 是蒸氣運動 它這邊是開關 按下去之後就開機 那開機之後你就可以看到它 這邊 開始在預熱 等它預熱好的時候 它就開始噴出蒸氣 然後上面是強蒸氣的功能 那我們大概等了10秒左右 它就可以開始預熱完成了 它這個預熱的燈就持續了 它第一段是一般的蒸氣 一般的蒸氣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這蒸氣量很大 那如果你覺得一般的蒸氣量不夠 你想要更強 它上面有一個強蒸氣的功能 按下去之後 它蒸氣會更強 它可以噴很遠 你們應該有看到很多蒸氣喔 OK 那我們現在先來演示 就是這個 一般我們會穿到的棉質T-shirt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 看見它這個 蒸氣運過之後 很快 剛剛的皺褶就不見了 變得很平整 看它像這種皺褶很多 我們也再來運一下 上班族我們常穿的襯衫的話 這種是比較偏軟獅子的衣服 那我們運給你們看 它像它原本一開始像皺褶很多 這樣我稍微拉著 然後運一條給你們看 這樣它就很明顯 剛剛的皺褶都不見了 這邊是我們運過的 這邊是沒有運過 你就會發現皺褶很多 所以這一台我們一般 在獅子的使用上 它是非常好用的 一般的上班的襯衫啊 什麼運一下很快 就很平坦的 那我們剛剛運過了嘛 我們現在看這個棉梯 它有運過 跟沒運過的地方 其實是有差改善的 但是基本上它對這種厚的棉梯 它的運平沒辦法說到很平 這種的話我覺得還是用一般的 運斗 傳統型的那種運斗來運 才能比較能得到你想要的效果 但是這一台對於一般上班族穿的那種 獅子的襯衫啊 或是西裝褲很好用了 直接運完就會很平 再來就是這個 日本儲滿神器 這個之前在好士多看到大家都 一人帶一台回去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台回來試試看 這個的話呢 它在使用上是覺得蠻神奇 它這個可以有燈號顯示 你在使用的時候 它可以讓你知道你的這個床 或是你的被子有多張 你吸下去它會有燈號 用久了 用了一陣子之後 你可能就會漸漸的就懶的拿出來用 因為想說拿去洗會比較快 這一台我們那時候大概用了一陣子之後就收起來了 最近要拍片才想起它的存在 好那我等一下來使用給你們看看 測試一下這一台 這台出滿的吸塵器有多神奇 那我先拆開給你們看看 它這個裡面就是它收集灰塵的地方 那我們來試吸看看 那它這個有燈號顯示 就是這個有內置的塵蠻感應器 如果你的塵蠻多的話就會變紅色 那它的功能在這邊 弱 標準跟強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它一開始是標準 那它這個吸的話沒有髒東西 它是綠色的 我們把它轉牆 我們來吸看看它會變色 找個吸得紅的地方 欸 床那麼乾淨 沒有塵蠻 看來我們剛換的床罩很乾淨 那我們現在把它掀開來吸床墊看看 吸不到乾了 那我們剛剛吸了床包也吸了床墊 但是因為都還蠻乾淨的 所以也吸不太到什麼 所以我們剛剛就跑去吸了窗簾 吸窗簾的話就很明顯 它就是有偵測到塵蠻 它就整個變紅色的很髒這樣 那我們剛剛也吸了一下下 給你們看一下裡面有多髒這樣 我們剛剛也是吸了一下下 沒有吸很久 整個裡面也都是灰塵 吸了滿滿的 像它這個的話其實還蠻方便的 窗簾沙發都可以吸 但是沙發的話只能吸布的沙發 但是我後來沒什麼在用 是因為就想說洗一洗就好了 比較快就懶得拿出來用 純粹跟大家分享 但這台其實還蠻好玩的 剛開始用的話你會覺得很神奇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測試別的東西 再來跟大家介紹是這個愛迪生的護眼台燈 它這個護眼台燈的話呢是LED的 我們之前一開始在買也是有考慮過看 覺得LED的可能不耐用或是怎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是考慮蠻久的 後來買了這一台用到現在好幾年了 也覺得還不錯用 像它這一台的話呢 它的這個角度啊都可以調 左右轉啊或是高低都還蠻好用的 而且它腳架也是還蠻穩的 它還有附贈一個可以夾在桌上的腳架 那它這個腳架的話 夾在桌上也是很好用 那它這個長按是開 然後還有三段可以調光 然後再長按就是關 那它的使用這個是我覺得還不錯 它這個固定住的話 讓你使用上是很方便 而且它的光線是柔和的 不會很刺眼 在你看書或是使用3C產品的話 保護眼睛的這方面我是覺得還不錯 那有需要的話可以去好斯多看看 因為我們這台買很久了 現在應該是有新的 你們也可以去看看 最後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義式江南咖啡機 那這個當初呢就是因為好斯多黑物有折價 所以我們才買回來試試看 用了之後真的覺得是不錯 因為它這個的話 平均一杯江南咖啡也只要十幾二十塊 還蠻便宜的 然後而且我們現在在使用的話 其實也不是主要以江南咖啡為主 因為它這個是順熱型的 所以如果你平常要泡什麼五穀粉啊 牛奶或是泡茶都很方便 它直接用就可以了 買了這台之後快煮壺都已經收起來 沒再用了 因為它真的是很方便 它按了之後就馬上瞬間就有熱水了 那我們像我們後來又買了這台小台的 也是因為他們都有送江南咖啡 它像它這個買這個一組都有送128顆嘛 所以是還蠻划算的 那像小台這台我們買回來是放在房間使用 因為這樣子的話就不用說 晚上如果要喝熱水啊幹嘛還要跑出來 在房間的話就直接可以使用 而且它這台比較小台不佔空間 其實你也可以像辦公司啊 什麼自己的桌上可以擺一台 蠻方便的 那它這一台呢 它有冷水 溫水 它溫水有兩段 然後這個是最熱的是熱水 然後這個是如果有 如果江南咖啡的話你就要按這個 沒有就不用 因為像我們的江南咖啡已經泡完了 所以我就沒有按 那這個旋鈕喔 是讓你調整水量的 那你調好之後你按這一顆 它就會自動出水了 因為它是順熱醒的很方便 你晚上像我們這台擺在房間想要喝個牛奶 然後或是喝個麥片什麼 直接用熱水用下去 就可以直接泡好了很方便 那如果你是有用膠囊的 膠囊咖啡的 那你就要把這個打開 它這裡把它拿出來 然後把你的膠囊咖啡拿去丟掉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大小的差異 這台就是比較小台 可以租房子啊什麼 放在房間裡面 這就很方便小小的 那這台就大很多 那像它這一台的話 它是用旋鈕式跟按鍵式的 然後這台它是觸控式的 這台比較智能一點 那我這台用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按下去之後 它自己就打開 然後它一樣 是有冷熱水的功能 然後它這個水量啊 直接是用滑的 就可以調 調到自己想要的 不過它這一台就是沒有溫水的功能了 它就是只有冷水跟熱水 那你這個熱水給它按下去 它就直接就熱水就出水了 然後像它這個在閃的是 你膠囊咖啡 如果泡完的話你要拿出來 像這樣拿出來 它就是會有一個記憶啊 如果你膠囊咖啡沒有拿出來 它就會一直閃 你就沒辦法把它關起來收起來 像現在這樣子它就可以收起來 那這台介紹就到這邊 好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好四多小家店的分享 那我們這一次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期見囉 掰掰